屠龍都路斬二百歲大龍躉 這條東西在南中角海 用低拖網船拖 大概是四百五斤左右 如無意外就肯定超過二百年歷史 二百年?就是清朝嘉慶年代? 當時海盜秘組張寶仔可能還在長洲數錢 想不到經歷改朝換代 偏偏就在前日被人拖上水 不久還斷氣 有二百個食客收到風 立即預訂來打邊爐和燉湯 唉,真可憐 面臨寧慈處死的她 變成主角 幸好就沒了知覺 大廚都說 這麼老的龍躉有靈性 所以要先用白布蓋著頭 裝完香才可以下刀 一把屠龍刀手起刀落 一把鍋子進行 擺乎 醫生成功 一把頭、身分開 入鱲個鱲 一把折鱲 往後 一把水分開 再用鱲子分開 裏日睡覺 其實野生大龍燈是憑危物種 還要這麼大條,真的買少見少的 希望你再投胎,不要再做魚 環保組織建議,想吃不如吃回養殖那些